那最近互联网上最火的两个单词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多模态大语言模型 第二个Gemini 2.0 其实呢大家都认为现在的Gemini 2.0 应该是真正的多模态大模型 我们可以在推特上看到很多的例子 比方说呢 它可以生成视频的关键针 然后呢再把它串起来 当然你串起来得有其他的技术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流畅的动画 那比方我们有一个布料 那么可以让它生成一个衣服的样式 然后让一个美女给它穿上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女的图片 然后有一个产品 然后这个美女呢 把这个产品给它展示一下 并且呢进而生成视频 包括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图片 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它的线稿 或者是呢 你有一个室内装修的图片 那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视角 它整个室内的环境呢是不变的 那这个是一个上色的 然后我们将一个猫的图案 给它印到这个产品上边 大家看一下效果都是非常惊艳的 那这个跟刚才的产品展示差不多 一个美女加上一个小熊的玩偶 然后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张图片 那通过这样一些例子呢 那你会发现 现在的Germ9 2.0 真正的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 设计助手这样一个目的 它不单单可以理解语言 也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样去谈 你可能是感受不到的 我们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我在RendingHub上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示 那我觉得通过这个演示呢 你能够非常好的来理解 这个多么太大语言模型 能带给我们什么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Hub.AI 来进到我们的云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效果 这是一个美女呢 举去双手的这样一个图片 效果呢是非常棒的 当然呢 这个是我修复之后的效果 修复呢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 One的基本的修复 你注意我这并没有用到那个 放大模型 那它原始的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要修复呢 就是这个脸呢不够好看 它的动作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生成的呢 我们这还有一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是一个会员的插针的工作流 那我们这儿呢 有两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是K神的一个标准的插针的工作流 我们看一下 它这儿呢 首先把它做了一下放大 当然我也没放啊 就是512乘512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它这儿研发了一个叫做 会员Value Encode Keyframes 那通过它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类似于关键针的这个效果 它这儿呢 有一个演示啊 这是手针 这是尾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好的 把这个结果给它显示出来 当然呢 这儿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提示词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可以写中文的 如果你不知道英文怎么去写啊 就不要纠结在这儿 你用中文去写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我把这个单独的给它提出来了 那它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光影和人物不够漂亮 是吧 所以说呢 我可以通过一个color match啊 就是我们说的色彩匹配啊 将它呢 和原始图片的光影保持一致 那你会发现 它就不那么暗了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修复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漂亮 那关于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再多说一点啊 因为这儿呢 其实是所谓的混圆的插针工作流啊 就是可以指定手针和尾针 这儿呢 我们需要借助一个laura 这个laura呢 来自于dash tone 大家呢 可以通过它的github的页面 可以看到这个laura的内容 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 它叫i2v.sft 那对于我们使用的话 肯定不能使用这个版本 你要用的话呢 需要进到k神的这个扩展里边 然后在工作流里边 可以找到dash tone的工作流 你可以进到它的更新的主要信息里边 大家可以通过链接 把这个laura给它下载下来啊 那你下载完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它这个工作流就可以了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啊 就是一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啊 所以说这儿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关于dash tone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比较发暗 这个呢 并不是因为k神的实现技术造成的 因为你去看它的moto card里边 这个人物本身呢 也会有这样的特点 它的本身会发暗 能看出来对吧 可能它这经过美化过 所以说呢 我这需要经过一次color match 让它变得更好看一点 然后再经过修复啊 就变得更好看了 这是我们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k神的插针工作流 那在这里边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这个 就是你怎么得到的 这两个一致性的图片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使用Germna 2.0 这个大元模型得到的 那么它的功能远不止生成 这样的一些插针的图片 其实还有很多 那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演示 尽量的把它的功能给大家演示清楚 那由于呢 现在这个模型比较火爆 那我就不现场给大家做了 那我就给大家看 我之前已经生成好的这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 和这个Germna 2.0进行交互的 这个平台大家都很熟了 我之前的提示词呢 就一直在用这个平台来生成 就AI Studio点 Google点看 那我们去看最简单的 第一个 生成一张玩具小熊的图片 非常简单 生成了一张小熊的图片 然后呢 我就上传了一个女孩的图片 这是我之前生成的 这个图片 大家应该也比较熟 然后呢 我写图片当中的女孩双手摊开 它就变成了这个动作 那你会发现整个的一致性保持的非常好 这个图片的编辑呢 也非常的到位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说可以做一个笔芯的动作 那就变成一个笔芯的动作 所以说这两个呢 也是可以作为这个插针工作 流来出现的啊 比方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传上去 一个是这个 那一个是这个 那我们剩下只需要改一下提示词 女孩做出了 笔芯的手势 你注意啊 有的时候你写汉语的时候 这个这个模型不见得能认识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模型还是有点小啊 有一些这个需要知识储备的 他不见得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让他跑着啊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那下面呢 我就说生成一张雪碧的图片 这是雪碧的 然后图片当中的女孩 正在展示上面图片当中的雪碧啊 这个比较绕啊 指的是我这个女孩 正在展示这个图片里边的雪碧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啊 人物的面部保持 衣服的保持也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我们说女孩喝雪碧啊 你会发现这个有点过了 所以说大家尽量的不要使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你可以用这个叫什么视频来实现啊 拿这张图片当手针 然后呢 你可以生成一个视频 叫女孩正在喝雪碧 但是如果采用这种大面积制当人脸的话 你会发现对人脸的一些效果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这是这个 然后呢 下面我们说移除女孩手中的雪碧 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把它给去掉 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 对吧 这个雪碧就消失了 然后呢 我们说给女孩换一个更为优雅的姿势 是不是非常优雅 然后呢 女孩端正的站立 现在呢 虽然不够端正啊 但是最起码站立起来了 是吧 双手也放下了 这种图片的编辑真的非常的到位 然后呢 我又写了一下叫Sideville 就是我要看一下它的测试图 嗯 还是不错的 然后Backville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后视图 看一下 也非常的棒 但是你注意啊 在转的过程当中 这个视角会拉远啊 就是说这个视角会发生变化 注意啊 这个正视图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叫做腰部以上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叫臀部以上了 这个其实已经接近全身了 对吧 然后我又写这个叫Football的Frontville 那就是我要看你正面的全身 那这个时候呢 图片就变得更小了 如果你这种视角变化比较大的话 女孩的面貌呢 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然后呢 说把女孩的衣服变成优雅的淡绿色 首先啊 看一下这个颜色的确是变了啊 当然你不要较真 它是不是优雅的淡绿色 的确是不够优雅 然后呢 将图片变成一个 宫崎俊风格的漫画啊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女孩的形象 姿势和整个的状态 其实跟这个 是完全一样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呢 其实把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功能的都给大家演示了 包括去改变这个人物的姿势 然后呢 让他拿这个图片去展示 然后呢 继续改变他的姿势 然后呢 改变他的视图 改变镜头的视角 修改图片 然后改变整体的风格 那基本上呢 也就是这些玩法 你需要明白的就是 你注意我跟这个 大元模型交互的方式啊 其实就像聊天一样 你不要太纠结这个东西该怎么写 比如说图片A里边的 用图片B里边的 不用说的那么清楚啊 你要把他当成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 你跟正常人怎么去交流 你就跟他怎么去交流 比方图片当中的女孩 双手摊开 OK 这个肯定没问题 然后下边呢 其实你不用再写啊 图片当中的女孩做一个笔心的动作啊 你跟正常人聊的时候 肯定也就简单的说 做一个笔心的动作 是吧 然后呢 生成一张雪碧的图片 但是这个 我就写的比较啰嗦 对吧 看一下女孩喝雪碧 所以说你注意这种交互方式啊 就是不用太刻意的想 我是不是要说的特别的仔细 他才能明白 而且我有的时候会用英文 为什么 你说side view 像这种东西 在英文里边有标准的叫法 中文呢 他有的时候这个说法不太统一 所以说呢 我对这个就比较熟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切换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明白这种和人工智能交互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在这种聊天的界面下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你进去之后呢 你注意你选这个模型啊 不能乱选啊 一定要选择preview 也就是预览里边的Germine 2.0 并且是experimen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体验版 是吧 别的呢 他没有生成图片的能力 然后这里边我没有做线稿之类的 那你要是愿意做 你可以试试啊 其实这个也能说明 他生成线稿什么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跑的这个 看一下啊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一次进行放大 这个放大的话 我这个种子现在是Normalize 可能这个长得会不太一样啊 一个没办法 我们又想让他长得好看啊 就得修复 那要么你就可以用会员修复 加你自己的Laura 但是那个太慢了啊 我们就用1.3倍的万 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可以 你注意我这儿的降噪是0.5啊 所以说呢 会保证有比较强的修复能力 如果你设的太小 可能人的面部修复的没那么好 另外就是我这个CFJ值呢 并不是按照官方的6.0设置的啊 我是设置的5.0 那采用这个工作流镜修复主要 还是它比较快啊 它的确这个面部有一些变化是吧 这个衣服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啊 把它有点像循环这个样子啊 它正好能串起来啊 虽说我没有办法非常好的识别 哪个是手哪个是尾啊 但是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效果 对吧 放大之后啊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演示啊 那你会发现像这种东西的话呢 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之所以之前不喜欢用插针模型 是因为我们的确很难做出来两张啊 就是视频当中的两针 保证它各方面的一致性都非常的好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确是有难度的 但是有了这种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 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你可以通过提示词的方式非常方便的生成你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姿势 甚至呢可以把你的产品啊 放到这个里边去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应该啊 关注大语言模型的一个点 好 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动爱的人 感谢观看